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酒店配套行业协会 收到了吴伟雄会长等理事首长的热情接待 汕头市酒店配套行业协会成立于2012年12月 现已拥有会员单位100多家 包含酒店用品 基建施工 装修设计 装饰材料 食品批发商 酒店管理团队等各行业 是全面的酒店一站式配套产业链行业协会 并于2022年荣获5A级社会组织等级称号 协会秉承整合资源为会员服务的宗旨 积极搭建会员之间的交流平台 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 促进了会员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汕头市酒店配套行业协会 与泰华净出口商会缔结友谊多年 一直以来合作打造泰山两地酒店配套行业企业的 沟通交流桥梁 积极促进两会会员单位交流与合作 助力泰山经贸繁荣发展 在此我向吴会长和各位志愿从好的感谢 我们此次的荣誉团上 泰国博物院前副总理 其他想像也就是我们的陈汉育 同志 他说得真的太棒了 他说啊 同行业的企业原来是于精神关系 但是合在一起 距离发展 那就是相当大的能量 同时他肯定了山头市酒店配套行业协会 在泰国大有客位 因为泰国的一大支柱产业就是旅游业 目前泰国有大量匠心以及需要开心装修的酒店 他自己也是潮善意的后代 他希望泰华建筑贡商会和汕头市酒店配合行业协会 可以强强联手 潮商和潮商合力聚力并肩发展 林迅南先生正迎领着泰华进出口商会 一些泰中两国商业关系 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我是丁丁